開會 上次會議紀錄 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 那確認 向大家報告 上午的議程 是高雄輕軌捷運二階細建 含車廂的過置 專案報告 請捷運機長 上報告台 議長 各位議員朋友 還有市長 秘書長 以及捷運局 還有各市府的一些同仁 大家好 那今天由我來代表捷運局為各位做 有關輕軌捷運二階細建 含車廂購置的一個專案報告 那簡報大家剛剛分為三部分 第一個是本計畫的源起 第二部分就是二階建設辦理的情況 第三階就是有關列車購置一個專案的一個說明 那第一部分有關源起部分 本計畫總建設經費是165.37億元 那中央負擔的63.63億 市府自酬101億.74億 那全長22.1公里 那是採用軌道與車道分離的B型路權 那執行方式是採政府自辦一個興建 整個有37個後車站 那其中會轉運的 轉成了台鐵跟捷運 那設置一個前鎮吊車廠 那分兩階段通車營運 那第一階段已經在106年9月已經完工通車 那整個一個計畫歷程 在民國93年 由行政院核定是採民間參與興建一個方式 也就是BOT的方式 那經過兩次的一個修正 在民國101年 行政院核定改為由政府自辦 那總路線就變更為目前的22.1公里 跟36個車站 那後面歷經兩次的修正 因為由於高雄氣爆 以及第一階段同胞商長紅危機 那也對於整個公崎部分做相關的展延 那第五次修正的話是 將15列車納入一個建設一個成本 那目前二階捷運 建設一個辦理情形如下 目前呢 整個工程現況 在C14到C17的西嶺港線 目前已經列車上線測試當中 那往北C18到C20 那目前呢 是等那個台鐵 用地交地之後 我們就進場試坐 在東嶺港線總共有六個站 從C32到C37 那去年10月台鐵已經交付了 那目前持續施工 那目前沒正應的部分 包括東嶺港線 西嶺港線持續施工中 那目前進度是56.79 那至於大順路 以及美術館路部分 那因為當地居民 對於整個部設 會造成交通一個衝擊 環境影響 跟停車替代等有疑慮 所以說有多次的陳情跟抗議 那我們後續採用的 聽那個作為是 第一個 我們在今年1月底前 有拜訪 沿線22個里長來廣聽民意 那另外也從2月3月 召開了五場公聽壽命會 那相關的紀錄 也在4月底 上網公告給市民參與院 那整個匯整 相關的支持跟建設 支持跟反對原計劃 新建的意見如下 在支持原計劃 新建的匯整 大部分是認為說 政府應增加友善大眾 運輸系統的一個供給 那第二個 輕軌是最安全的一個交通 那產生的一個交通事故率 遠低於公車跟私有運聚 那還有可以串聯現有的 紅橘線來轉秤 那他們也希望說 藉由輕軌建設 可以一併改造街道 沿線都市一個景觀 那至於說反對原路線 新建的一個意見 大部分都是認為 整個路廊所經過的路幅太窄 會影響行車安全跟救災 而且它的運量不如預期 會影響交通 那他們有建議說 以低底盤公車的一個方式 來取代捷運 那而且另外取消路邊停車可 會衝擊民眾現有的一個停車習慣 那輕軌呢為觀光導向 不應使入人口密集的一個住宅區 那另外議會 在今年2月20號 也有議長來率多元議員 來勘察輕軌二階 那期盼呢在降低整個交通影響 跟損失的前提下 來重新規劃一個可行的路線 那我們這個會做為 我們後續召開的一個 專家學論委員會做出一個評估 那另外呢交通部也在 今年3月18號來視察 那本身呢 今天我們也跟他說明了 原有優化原路線續建方法 仍然無法解決當地民眾疑慮 那另外呢 不管是採高架或地下 會增加建設成本 而且呢在技術層面上面 有它的困難點 因此呢我們有考慮到 可能可以重新來規劃修正可行的路線 因此呢我們目前計畫一個修正方面 在二階輕軌可施做的路段 我們會儘速一線完成 另外呢 陳情的路段 我們會儘速來評估來確認 那本府呢也敦聘了 具有都市工程 還有軌道運輸 鐵道耗製控制 還有交通規劃 以及財務管理等 府外的專家共9人 成立了專家學者委員會 那目前呢 已經召開三次的一個會議 那初步呢先針對整體都市的規劃 全市交通計畫 輕軌一二階的現況 跟民眾意見做初步的會整 那後續會聚焦於 包括沿線的一個優化一個策略 工廳說明會民眾意願回應的說明 地下化高價化一個方案 共用路權以及改線等 的一個討論來做分析 作為我們可行性的評估 細部規劃跟優力的比較 並且會提出詳細的報告 作為我們後續決策一個參考依據 在輕軌列車購置案上面 本計畫在剛剛有提到 101年第二次修正計畫的時候 總建設經費是165.37億 那當時是採用促參民間 參與的一個方式來辦理 那當時規劃整個車隊是24列車 那分兩階段來採購 第一階段9列車由統包商購置 那這個經費是納入總建設成本 第二階段15列車 那由民間營運公司負擔全線通車 也就在108年購置 那為 但是呢 因為採促參方式 初期投資成本所致的 這個折舊跟利息 影響了民間財務計畫 因此都沒有一些參與的意願 那在時程風險考量下 那市府呢依照政府採購法 採勞務委託方式 那委託高捷公司 代為營運維修 那建議整個營運機構 選聘的方式變更呢 因此我們建議把108列車 就納入我們總建設成本 那另外呢 為了二階工程發包順稅 在不動總經費跟中央補助的額度下呢 在市府可負擔的101.74億不便下面 調整本計畫裁員中的用地取得費用 來購買列車 那為了減輕市府負擔 因此呢本府在去年3月17號 向中央爭取列車補助 那將總建設經費調整至195.37億 那增加了30億 那整個分析 這邊圖上面有秀出來一個大柄圖 在局勢的部分 深橘色是101.74億 是本府負擔的 那深藍色部分63.63億 這是由中央來負擔的 那淡橘色部分 是如果15列車中央通過補助的話 那我們只要負擔14.65億 那中央的話是負擔15.35億 因此呢未來如果整個列車通過補助 那中央負擔就會有63.63億 會增加到78.98億 那本府的話是從101.74億 增加到116.39億 那整個計劃修正一個辦理歷程 那在去年3月17號 向交通部申請修正計劃 把原有民間參與 投資了一個重新增製的失誤列車 回歸納入建設成本 那原本國華費在去年10月31號 召開會議審查 結論是同意 附院建請行政院核定失誤列車購置案 那而且呢 把相關中央跟地方補助的費用 也做了一個分攤 那在今年1月16號 交通部呢 依據1月7號行政院秘書院函事 請高雄市政府新團隊 於衡施政需求後再議 那含請本府依附事項來辦理 那本府在2月18號有回復交通部 經於衡仍有實際的需求 那請交通部含轉行政院核定 但是呢 在4月11號的時候 交通部請本府 在輕軌二階爭議路段處理確定後 再行檢討修正計劃一個內容 那整個輕軌車輛一個運行 本合約在105年10月11號正式開工 那經過兩年的設計 採購製造跟組裝 在去年9月30號交付的第一列車 在C14到C17線上來測試 那後續的車輛的生產跟運交一個排程 皆依序上述的一個前提來辦理 那車輛運抵之後 仍需進行相關的限制測試 那每一列車呢 經過了包括靜態測試 動態測試以及界面測試 要歷經一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進行相關整合測試 跟上限運來載客 那最後 目前呢 輕軌規劃通車路段是採U型路權 也就從剛剛所提到 C32經過現有的通車路段到C20 那營運所需的車隊呢 是20列車 我們統計過包括16列的營運車 跟4列備用車 那其中2階採購的11列車 在完成限定測試後 可以替換現行營運的9列車 進行一二階來整合 因此未來有20列車 可以行駛於U型路網 也就是包括東陵港線 西陵港線12個站6.4公里 加上已經營運的C1到C14路段 總共有26個車站 那有15.1公里 那班距呢 可以從現有的15分鐘 可以縮短為7.5分鐘 那目前規劃在明年年底前 能夠達成一車到底的U型路網 那簡報完畢 敬請參閱 接下來 那個 執行 每個人10分鐘 第一位 邱進憲議員 主席那個計時好像沒有先調 來10分鐘 好 謝謝議長 那個市長 秘書長 還有各位同仁大家辛苦 市長辛苦 這兩天都在台北 自己回來接受議會 對這個清過一些問題 我想 我想 昨天前天 在網路上大家都很關心 這件事情 我想就直求對決 捷運局長 你先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到底有沒有網路上傳的這個路線 要往南調整到所謂的同盟路 民族路這些路線 到底這個路線 是你們現在的其中一個副案嗎 還是你們已經決定了 要把大順路美術館這一些爭議路段 要取消 要以這個替代路線來做處理 局長你簡單來說 有沒有這件事情 好 那簡單跟檢驗 邱議員 邱議員來報告 那原則上是這樣 就是說本府一向都是依照 傾聽民意的一個方式 那也召開 先清楚講有沒有這條路線 那這一條路線 目前規劃是 只是納入評估 那並沒有呈現 因為我們目前還是依照原有的路線 來做相關一個評估 包括地下高價化 那這個只是其中一個選項而已 所以這一條所謂的替代路線 是您目前捷運局 或是市府所謂的替代路線的方案之一嗎 只是其中一個選項 所以有這條路線存在嗎 這條路線是當時我們有跟議長 還有整個幾個議員朋友去那邊有線看過 好 局長請坐 我想大家對這條路線有一些不同的意見跟聲音 局長我建議你 既然你說這個已經是你的方案之一 有機會的話把它講清楚 為什麼要這樣子畫 這樣畫 我覺得會經過哪些東西 會經過哪些地方 它的醞釀到底是怎樣子 我覺得局長不是一張圖一條路線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捷運局 我拜託你們 總網站上面或者是新聞稿什麼 去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非常多人關心 包括簡换中議員 其他的議員 長期以來關心這個 輕軌二階後續的路線 興建進度等等這一些 包括議長也是 這條路線議長也帶局長 開車載局長去看過 到底可行嗎 為什麼會有這條路線等等這些原因 局長這是你的責任 要去跟市民朋友講清楚 我想 市長 市長 昨天你在台北 前天你在台北講 要征服宇宙 後來你有說了 這是校訓 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我們更務實一點 要心懷大志 要征服宇宙 我覺得 市長 這也是你的能力 可以來處理的是 輕軌趕快先把它處理好 先搞定輕軌 再來談征服宇宙吧 我想 有一個很務實的問題 從市長您上任 到1月份臨時會 您在議會裡面說 要開公聽會 要召開專家學者的會議 這個過程裡面到現在 今天5月2號了 捷運局長 這個過程裡面 您跟市長做過幾次報告 您跟市長率領你的 這些同仁去跟市長 針對這件事情 討論過幾次 局長能不能說明一下 這個過程 局長說明了 那原則他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幾次 我們是從2月20號 有做業務報告 當時定調 就是5場公聽說明會 所以說我們2月 我的問題就是 您率領你的同仁 或是相關的同仁 跟市長報告 這個輕軌二階 這些問題跟爭議 另外安排時間 跟市長做報告 有幾次 一次 兩次 或三次 這不能用次來說 這很清楚 你一定要有一個專門 對沒錯 但是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2月20號 局長我的問題很清楚 我們是做業務報告 那接下來 最近當然是 因為這個會前會 我們有跟市長報告 所以你會前會有跟韓市長報告 對對對 我們來定調 這個會前會之前有嗎 會前中央會 我們當然 我們會透過相關的回到 或沒有 那幾次 有有有 這個但是我沒辦法了解幾次 因為我們做的都是很暢的 怎麼會沒辦法了解幾次 沒關係 至少我剛剛聽說 有跟市長做報告幾次不清楚 然後 在這個狀況報告之前 有做一個會前會 是這樣子嗎 我講的沒有錯 我的理解是這樣 OK 您請坐 我想市長上任之後 其實這個是一個 從前任到現在 其實留下來 需要市府 扛起更大的責任 去解決的一個爭議 所以 市長也許很滿 可是我們聽到說 至少會前會之前 市長有做一些了解 所以 經過了五次公聽會 經過了所謂的 現在你們報告說 有三次的專家學者會議 到底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塵埃落定的時間 公聽會裡面 第一次公聽會我有去 我看到 捷運局提出來的 這一些報告裡面 其實很可惜 我這樣子詮釋 我覺得剛剛看到 捷運局的報告的內容 包括過去 韓市長上任之後 行政院來公文說 你們有沒有繼續 這15輛車輛是不是要繼續 做 那韓市長的回覆是說 我們有需要 我們要繼續請中央來支持我們 我甚至不經懷疑說 是不是我們外界懷疑了 我們外界錯誤解讀 說 其實市長是支持我們本的方案 有什麼 因為捷運局提出的 公聽會的報告裡面 不是高價 地下 不然就是優化路線 並沒有 像議長建議說 去調整路線 我們本來在公聽會裡面 我們期待看到的是說 如果有其他替代方案 或者是說 正義路線你乾脆就不要蓋了 這一些的影響跟評估 透過公聽會 讓支持 反對 或者是還在那邊 覺得有沒有更好的方案的 這一些市民朋友 有一些可以選擇的方案 可是很遺憾 捷運局的公聽會裡面 沒有不興建的方案 沒有其他的方案 那今天的報告裡面 其實 好不容易看到 有跟議長 帶我們捷運局去看那個地方 那昨天網路上傳的那張圖 那捷運局長剛剛也證實說 這是你的方案之一 可是我們在這個報告裡面 並沒有看到你的評估是什麼 所以我期待會後 這件事情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塵埃落定 局長你要擔起這個責任 這個東西 你要去更改路線 要修整體計畫 甚至要經過環評 還要重新發包 甚至還有跟現在的這些承包商 還有違約金賠償的問題等等這些 你要很清楚的跟市民朋友講 這些成本到底要多少 是要多30億 多50億 還是多100億 這不算是人 因為這就是工程很務實要去看待的 所以當市長在跟大家講說 市長你期待要有高雄一個完整的捷運線 輕軌這個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預算到位了 工程需要的到位了 車廂基本上也準備好了 就等市長你決定說 這個正義路線要怎麼去處理 就可以來提供高雄市民更便捷的服務 所以我想等一下請監獄局長來跟大家講清楚 還是市長你覺得你有辦法去跟他說 地下化高價化改路線甚至不興建 這些相關的成本 到底需要多少 我們在您的公聽會裡面或今天的中央報告裡面 其實沒有看到很清楚的數字 簡單的來講 原本的興建的方案 如果是要花一塊錢 要把它改成高價 就是要花三倍的錢 如果要把它改成地下化 就是要花十倍的錢 這樣的財務結構 這樣的經費 市長我不認為你能夠接受 因為你一直說高雄需要更多的經費 來支持你想做的事情 一比三比十 原方案高價 地下化 地下化 就是三倍的錢 跟十倍的錢 那如果改路線 如果改路線 這個時程又需要多少 我剛剛講的那些審議的時間 至少需要花兩年以上 沒得到市長已經去做總統了 沒得到是這樣 如果不興建 要賠多少錢 市民能夠承受嗎 所以這個部分等一下請監獄局長 或是市長來談看看你的想法 另外一個 這個大順路沿線 這幾個 不管是月城 意想天地 或是富邦 已經標到的這個地上全開發 或是凹子底停35 這個綜合性的 不管是百貨公司 飯店 影城 還是山廠 其實在這一兩年 即將都在開幕了 所以 他們本來在興建的時候 我們同國的環評 我們同國的交通影響評估 是有輕軌可以提供服務的 好 現在輕軌因為這些爭議 好 我們決定先沒有蓋 還沒有完成 可是他們要開張了 他們要提供市民朋友 他們要跟市長一起來 平基基發大財了 這些人 這些遊客 這些顧客 他的交通影響評估 到底要怎麼去處理 我這裡有幾個數字 這是透過顧問公司 去羅列出來的資料 我們現在高雄市的 這些百貨公司 的顧客 去逛街的時候 透過大眾運輸 就是捷運 不管是新冠商業 收購 大圓百 漢城巨蛋 其實都三成以上 異想天地 他自己的交通影響評估 他自己也說 他自己也說 他會有三成的顧客 是大眾大眾運輸 結果他現在反對了 結果他現在不要輕軌了 那這三成誰要來載 這三成是自己開車去嗎 大順路本來就塞了 結果因為這樣會更塞啊 那員工使用的比例更高 異想天地自己說 他會有四成的員工 會去使用這個東西 這是白紙黑字 透過科學統計出來的資料 電影院呢 更高 衛秀影城 百分之四十六 異想天地以後也會有電影院 他說有百分之四十的 來看電影的人 會做大眾運輸 所以包括交通局 包括監獄組 二接路線 在他們看之前 看來是市定沒辦法 沒辦法通車提供出女朋友 就是這個問題存在 一定會有這些任務 那最後一個 經會有這個專案報告 議長也很關心 到底裡面有沒有必案 很多是女朋友 會跟市長的期待出兵 這段時間以來 媒體上 論節目對監獄組 有非常多的指控 然後 捷運組全部的人都沒有換 只有一個人有換而已 就是捷運組長換了 這個問題 如果這些同仁有問題 市長 拉隊的期待 把他指出外賣 如果他們沒有問題 一而再在的三人 這一些指控 我覺得捷運組 甚至是現有責任 甚至市長也有責任說 等到這樣排期 害我家貨公司法 可能背負的這個 在背景上那段下 我想市長 因為人不亂主動 你也沒辦法接受 所以現在市長是一個 保護 同仁是你的責任 你有權利去做這件事情 每三一禮公 這件事 其實也比較好 對不對 東天的地圖 遺憾的 但是人家行動這種 就是這樣 所以這部分 期待市長跟捷運組 都做一些努力 有問題查出來 大家認同 沒問題 所以不要把時間 跟社會資源 花在這個不為的 這一些指控上面 所以 要先請局長 還是 一定會把經濟的 來源行嗎 市長說明 謝謝邱議員指導 因為 你現在講的是 包括操守 形象 路線 方案等等 我想 最重要一點就是 應該是 既有的 沒有爭議的部分 路線 我們就繼續施工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們 如果有爭議的部分 我們會 傾聽民意 再請學者專家 彙整 各種相關的意見 但是現在這個 輕軌二期 大致上 可能有幾個解決方案 我們是誠心誠意 百分百 趕快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會因為 有一些烏雲啊 或者前朝啊 一些什麼講法 媒體上一些講法 造成 好像大家內部亂成一團 不會的 還是要面對這來解決 大致上 目前為止 我們所傾聽民意之後 以及中和學者專家 大概有 未來可能有五個方向 第一 就是我們原方案的路線 我們專用路權 第二 原方案的路線呢 我們就共用路權 第三 地下化 成本大概 您剛剛知道 第四 高價化 第五 改路線 大概是這樣 目前我能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如此 但是市政府 絕對不會市局受到影響 我們這樣子講 跟邱議員報告一下 市政府絕對不會 因為這樣的風風雨雨 造成輕軌的不往前推動 那是不會的 我一直講 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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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邱議員 要能理解一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說明 是 那跟邱議員來報告 那剛剛我已經一再講過 為什麼公聽說明 我們沒有提出改憲 因為我們有最後一個方案 是請市民朋友提供我們的意見 來參考 我們沒有預設立場 所以我們是傾聽民意 所以這一點我要澄清了 那至於說高價跟地下 如果來跟輕軌來做比較的話 那目前高價的話 是輕軌的差不多三倍左右 那地下化是輕軌的差不多十倍左右的一個預算 所以說這個預算非常龐大 那後續呢 詳細的評估 包括工法工程還有這些財務 我們會在專家學的委員會裡面 會有更詳細的一個討論 因為這個東西是包括整個一個公期的排程 那這個東西我們也要講 對沒錯 我們是希望下半年把這個報告做出來 專家學的評估報告做出來之後 我會跟大家來做相關一個報告 那我希望能夠提出一個修正計畫 就把這個輕軌分成三階 剛剛我們市長有提示過的 可施工路段我做成第二階 U型路網先行程 第三階就是屬於比較正義的路段 我們會在年底前來提修正計畫 謝謝 這個輕軌 這樣說到紅紅烏烏 不想說是上樓下來的 這個蘭德議會跟八成提出這幾不對嗎 房子還沒蓋好家庫先拿去放 那那路線真的通人也看到有的 那台順路那個路就我們死不活了 大家比較不會拿出比較客觀 對不對 自己減透就減透了 拿出這幾有什麼不對 房子還沒蓋好家庫要站在那裡打你 這樣錯了嗎 政條做做的 人家現在來替你們收尾 還說阿二批分天 八成立議 議會立議 這都合情合理的 起到穿的樹不像這樣 自己不檢討 什麼人在立議 難道不需要檢討嗎 八成目標都金的 我告訴你真的 現在都透明化的 來 陳舟車議員 好 謝謝我們的主席 那我們的市長 以及我們今天呢 我們捷運局的一個輕軌專案 質詢的各位在座的我們的局處首長 我今天要講的是 當年呢 這個謝長廷市長呢 是在猜鐵軌 那我們的陳菊前市長 卻是在原位子 在見輕軌 那到底哪一個是對的 哪一個是錯的 那其實這個呢 在網路上面呢 一直都引起我們這些 市民的一些高度的一個關注 那我想待會呢 我要請市長來回答我一下 你本人覺得呢 我們高雄市呢 利用了這樣十年 花費了十年的時間 次資了這麼多幾千億 完成了這個 我們剛剛呢 在講的 台灣鐵路地下化 台鐵鐵路地下化的工程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 當然得到很多數的一些市民的一個正面的回應 但是同時呢 高雄市呢 卻又在興建什麼 興建我們的輕軌 完成了 我們在106年完成了我們的南環一線 但是目前我們在討論的北環 這個所謂的 剛剛我們主席講的 風風雨雨 北環的輕軌 這個第二階 那我想呢 市長你當選之後 你也宣佈 有說呢 這個暫時呢 先停止興建 然後進一步的溝通之後再來決定 我想這些爭議在哪裡 我相信這也是我們今天 希望呢捷運期 提出來做一些報告的地方 包括爭議的路段 那包括呢 可能有一些弊案等等之類的 那我這裡呢 要利用這個時間 要來提醒跟建議我們的市長 跟我們的局長 我想北環輕軌未來不管 要不要繼續的 最後的定論是如何 我還是要講 因為我們已經開過了五場的一個公聽會 我們捷運局局長剛剛也有講了 當然我們市民的參與 有正反兩面的一個意見 但是呢 我還是要再一次的提醒 未來我們要有根據的 做好什麼 做好我們的建設評估跟成效的一個分析 為什麼 來我們下一頁 我們政策的一個評估 為什麼 我們都知道 根據我們過去的一個經驗 其實路面的一個軌道 都是興建在什麼 興建在老實講 應該是在郊外 比較人口稀少的這樣的一個區域 以免發生重大的一些意外 但是呢大家知道嗎 我們亞太人口都是比較人口 比較稠密密集的一個市區 那我們在討論 未來是地下化呢高價化 或者是我們現在呢 繼續在興建我們的 這個輕軌的部分呢 我認為呢 如果能夠這個部分呢 提醒大家呢 採取地下不論是地下 或是立體高價的一個做法 我這邊呢 有一個數據 如果認為呢 平面軌道是對的話 我們有一些議員呢 經常在舉一些歐美國家為例 來支持輕軌 我這邊也找了幾個例子 歐洲的一個狀況 包括呢 歐洲因為它比較地廣人稀嘛 所以呢 人口密度比較低 你看連我們捷運的鼻祖 你看倫敦 以倫敦來講 它幾百年前呢 就已經軌道地下化了 然後二戰之後的倫敦啊 芝加哥 在它的都市人口密集的地區 都是讓怎麼樣 讓我們這個軌道呢 高價化 但是反觀我們亞洲的人口 這麼密集 比較沒有平面軌道設置的空間 你看包括我們香港 我舉個例子 我們香港的 現在的一個百年的輕軌 現在也是停止在興建了 連興建的屯門縣 也都因為人口集中了 慢慢人口集中了 這些都市區域的擴大 所以呢 現在也都已經呢 慢慢的 因為造成交通的困擾 所以呢 已經開始在考量 我們交通的這些運輸的部分 然後包括我提出來的 倫敦 雪梨 芝加哥 西雅圖 這邊呢 他們都已經採取了立體的一個 高價的一個方式的立體輕軌 我要講的是 目前呢 我們是不是有實際去考量到我們的成本 經濟效益跟我們的收益 受惠的效益的一個分析狀況 這一點我待會要請我們捷運局局長來回答一下 到底是不是有實在去做這方面的一個評估 因為我們輕軌已經試行了一年多 問題狀況還是不斷 好問題狀況還是不斷 那到底我們承載的狀況 以及經濟效益如何 那未來我們要檢討的部分呢 要如何去加強跟強化 這一點是我必須要去建議 因為呢 我們經過我們這個南環輕軌 未來呢我們的北環 這個部分要建構的時候呢 可能呢我們要好好的謹慎的去思考一下 那我有把 來下一頁 來 我有把呢我們高雄南環輕軌 每月日的一個均運量 我有做了一項調查 來我們仔細看一下 我們3月呢 單日的最高 3月1號 3月1號星期五呢 有29,493比數 那最低是3月5號 星期二有4037比數 我以這樣統計來看 那我們高雄輕軌呢 每日發車大概120個列次 每次最高的容量是250人 那系統呢 每日最高上限是三百郎 我這邊有列號 截至到2018年的12月底 我們做了這個統計 那等於呢全年的平均日運量是多少 大家看一下上面 9251人 那顯然 9251人對上3萬人 很顯然 我們這個南環的輕軌 人建這個輕軌 到底實際上 有沒有發揮它 預期的一個經濟效益 這個就是我講的 有沒有去做這向下的一個分析 人改成還沒進去 是不是這樣 或者是我們的市民呢 還沒有充分的去利用 多去搭乘這個捷運 多去搭乘這個輕軌 那未來如果呢 我們要做這個環狀的這樣的 南北的一個輕軌的一個興建 如果像我這樣的 這樣總計量起來 使用量不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不會造成地方財政的負擔 又多一筆錢 會不會 待會呢也請回答一下 所以我要建議 事前 事前我剛剛講過了 應該要做好的我們所謂的 這個捷運的一個經濟的評估 跟配道的考量利弊得失 一定會說出來 讓大家比較清楚的知道 所以待會我請捷運局局長回答一下 我們也希望呢 市長跟我們局處同仁 大家要充分的去了解一下 這個實際客觀的部分 就像我剛才的主席說 我們客觀的方式要去討量這個問題 讓我們的運量可以趕快的符合 趕快去符合我們當初 規劃預期的這個目標 這是第一點 然後另外呢我也希望我們捷運局 也要多去考量我們後續交通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大家呢 在我們這個每一次的一個公聽會上 包括我相信 我們那個議長也有帶我們這些議員去看過 大家呢都是在考量到什麼 考量到我們這個捷運會經過 我們高雄重要的這個幾百萬人次上下這個交通 上下班的這個交會處 所以為什麼才會說 每一次呢在經過美術館或大順路的部分 這個爭議路段都會引起市民的抗議 所以如果這些都只是穿越的人口數 那還沒關係 可是我剛剛講了 光是等這個平交道 大家知道嗎 現在南環的部分 光是那個成功路那邊 每次等經過那個輕軌的時候 大概至少要我們有平均去 在那邊等過 至少在上下班時刻 至少要等七到八分鐘 至少七到八分鐘 所以這一點是不是要考量 還有呢 有時候也會有幾起交通的意外 是不是也會嚴重的影響到 穿越車輛的一個通行 這些部分呢都是市民在做一些討論的 因為呢我認為未來我們輕軌的路線 通過比較運載量比較通勤密度高的區域 真的我們要請捷運局好好審慎的評估一下 因為畢竟我剛剛講過的 我們經過的地方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人口密集的地方 那我想呢這個部分呢 當然呢跟我們會通過我們這個區域 影響通勤便利的人口數 我不曉得捷運局局長 是不是也有去調查過 這附近的相關的一些人口比例 那我們不希望呢 政府呢為了我們這個 現在已經鐵路地下化了嘛 花了這麼多的錢 然後呢地上呢也蓋了這個輕軌 那當然也拆了我們這個橋樑 然後呢也消滅了我們 網民呢市民所講的百年的一個 這個交通鐵路這個平交道 但是呢我們希望真的希望 不要讓市民去誤解了 在運中的重要的意義 所以這個部分我請 是不是捷運局長來簡單的給我回答一下 來捷運局長 謝謝陳議員的一個關切 那剛剛有提到幾個問題 我來逐一個答覆 就相關一個成本跟收益 當時在製作這個整個輕軌 整個計劃的時候 當然有考慮到它一個財務計劃 那財務計劃當然有評估到 包括旅行時間 行車公里數 還有造勢成本跟空氣污染 那這當然是當時一個時空背景 那就目前而言 剛剛有提到 整個運量為什麼會那麼低 我考慮到是這樣 因為整個的路線 就目前一階輕軌才14個站 那所經過的地方 當然都是屬於觀光力的地方 那目前我搬去呢 也是15分鐘才一搬 所以我現在也是希望說 就目前在二階裡面 可以施作入負 包括西嶺港線跟東嶺港線 總共有12個站 那我希望能夠串沿原來的一階 那這樣的話 車子進來11列車 加上原本的9列車 有20列車 我就可以把搬去 從現有的15分鐘 縮短到7.5分鐘 這樣的話 會吸引更多的乘客去搭乘 而且它的轉乘 它可以跟台鐵轉乘 也可以跟橘線 紅線都可以來做專門的轉乘 所以轉乘這個要點是很重要的 只要能夠轉乘 那運量相對就會提高了 那這一方面 那至於說北環部分 那當然我們是要經過 後面專家學者的一個評估 那我們也會把相關一些 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成本跟效益 把它納入考量 那剛剛有提到 整個南半部分 有一些平交的問題 我們會在東環西環的時候 也把它一併來做相關一個評估 那謝謝議員的一個視角 我還是要提醒 因為未來呢 市長有講 我們未來都會整理的 交通運動的 這樣子的政策 跟執行還有活力 包括我們未來的 資金消化 還有包括我們的經費 包括我們的協運等等 都是為了能夠呢 進入一個未來 正好的一個交通運動環境 我相信這個也是 未來市長呢 希望可以讓我們未來高中 市長說明了 謝謝 還是一樣 我想剛剛陳若崔議員 所提到的 大概經過美術館大村路 會有70個路口 這個70個路口 對當地居民 還有這個交通 說實在的 壓力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在這裡 我們都集市廣益 大概在下半年 我們會有一個 比較成熟的 這個提案會出來 那請陳若崔議員 能夠稍微 給我們一點時間 這裡面將來就是 要怎麼做 既能夠達到交通 跟觀光這樣的目標 又能夠不影響 民眾行的安全 跟行的負擔 我想這 我們下半年會提出來 好不好 謝謝陳若崔議員 謝謝 機長 我請問你 現在到底你們 那 可以共融嗎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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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請 請請請 這可以加速負擔 這是最重要的 您有注意嗎 有 現在在注意 現在在注意 你補償 cier 這個 包商的責任 也就是說 在裡面如果他不能夠達到預測到底 我們要罰款 當然他技術上 我只能講從技術觀點來說一定是可以的 可以相容 但是要花時間 因為我們要一站一站去做到一階一站一站去測試 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我沒有庫隆 這最重要的 不然你現在那些車要買 要做PT也沒有人要買 對 沒錯 所以我才說我們一定要一車到底 一車到底來營運 不能讓乘客說我到某一個低階我還要換車 不能這樣 我告訴你 請坐 這個情意會很大 屬性 請坐 如果政連不行 兵戈不行 當斷則斷 改連還不行 市長 家庭都小時候反對 跟贊成的事情都很多 贊成一個市政的立頂上 如果真的不行 沒辦法 科技也不行 地下也不行 因為太膽困 你平面的不可能 台孫那十是絕對不可能 如果政連不行 做一個優勢的這樣也可以 不然你還一直拖下去 八成的自己越來越多 你真的想要報 如果想不報 我說改當就當 沒有什麼堂堂 我相信八成我怎麼會提供 對不對 不然你繼續這樣下去 如果請我們這個速度下去 要再拖幾年也不知道 對不對 吳憶貞議員 議長還有市長 還有各位所長大家好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還是輕軌的事情 剛剛我覺得 監獄局這段時間所做的整個初步的第一個報告 我覺得跟市長剛才講的口中講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五個選擇 第一個原案 第二個就是多元 更多重使用 第三個地下高價 坦白講我們當然還是分析 相對它的可行性比較後面 也不是說不可行 比較後面 第五個就是改路線 改路線又有好多種 我想這個是最近 除了一般市民的意見證盤以外 也提了很多方案 現在市民很多都很國際化 現在不管是流行出國搜尋 還是看Google 很多專心的網路上講的東西 坦白講 都坦白講 我都認為我是很專業的 這一方面的愛好者 比我更專業 更新的資料 我在網路上跟很多的臉書都看得到 我想這個議題 大家可以有參與的人 提出很多好的意見 所以說接下來的學者專家意見 我想我相信大家都是專家 對專家 一定可以提出一個相對比較好的方案 只是比較困難的 最後收納那個部分 要費一點心 到底是民調呢 公投呢 還是大家有什麼方案 這個是坦白講 是捷運局 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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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到後面 是你太耍了 我覺得專業的問題 倒是不擔心 市民的意見 大家都可以 依市長現在的高度 跟所謂的提到的態度 都是一個開放的態度 不用擔心 我相信這些市民很多說 市長把它停下來 很多擔心是不是要停掉 至少從你上任的現在的發言 到現在我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我倒是可以背書 至少市長不是一個有固定的 就是說已經有定見 願意開放 大家有意見 那接下來怎麼去執行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高雄市民談這個事情 都有一種開放的態度 讓我們容許 我們跟學者專家之後 還是要跟市民再次溝通 可行的方案 那剛才提到五個方案 我也在想各種方案 其中目前除了改方案路線 如果要改那個方案 我也提供給捷運局了 那我現在之前有跟大家提 我在也跟市長 跟很多大家關注的話 我也提第二個方案的可行性 我只是說可行性 不是一定要按照這個 如果按照原方案 其實這個案子到現在為止 很多意見 其實最主要大家擔心的是什麼 市民朋友 塞車 說什麼怕沒地方停車 什麼地下化 什麼為什麼鐵路已經地下化 還要地面化 那個五分鐘都可以幫你說明清楚 為什麼輕軌跟火車不一樣 這些講的 網路上也很多了 這個都可以答案 其實大家最擔心的還是塞車 怎麼去 又要大眾運輸 又要不怕塞車 的共存的方案 事實上現在全世界很多都是 往共存的方向 當然你看講的歷史上 有地下化的高價化的 都有它的城市的需求特性 還有它的歷史背景都不一樣 但現在大家都是往大眾運輸優先 但是真的是沒辦法的話 就是所謂共存 我想這是一個最新的一個趨勢 那剛才提的第二個方案 所謂共存的方案 就是它還是專用路權 剛剛市長有提到70個 70個平交道 坦白講大眾運輸要好 你說有幫人要使用公車專用到 它一樣會碰到一樣的70個平交道 你要不要讓大眾運輸優先的問題嗎 還是一樣的問題 那沒關係 我想的是說如果按照原方案 又不會 不是不會 會減少塞車的惡化 就是把我們的 不要用草皮了 草皮是理想化了 彈水吸水性更好嘛 綠化增加綠化 可是我用硬鋪面 用透水的話 還是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功能 但最主要它硬鋪面 可以容許大家擔心的消防車 救護車 甚至於富康巴士 都可以做 都可以在這邊共用 校車上下班 校車也在那邊 等於大型的公用利益的 或者公共需求的 它可以在這專用到 因為它的離風15分鐘 尖風7.5分鐘才一般 它中間的空檔 可以有很多的使用 這樣可以減低一般入權的負擔 可能反而更通暢 緊急的公眾的 它反而能夠使用專用到 這樣的話 同時可以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當然這個要試算 還是要 不好意思 還是要委託專家 再去試算 那個流量到底是多少 到底這樣才提出數據 來說服大家 說明大家 那非輕軌營業時間 就恢復到一般道路 所以也不用擔心 我看你是10點11點 就營業時間 其他還是跟一般道路一樣 國際上有很多這種案例 已經在前面了 右手邊這鋪草的是 從法國史特拉斯堡開始 他們是說 希望城市能夠有輕軌 然後有草皮 增加透水性 然後減熱 減低城市的熱倒效應 最優質的方法 但是也不一定全部要用這個 有辦法能夠做到這樣 是最好 每個城市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機車很多 依賴市民 依賴私人運聚的習慣 一時間不容易更改 那我們可以回到硬鋪面 也是一樣可以去處理這些事情 但是鋪鋪面我想 全歐洲現在都是一樣 都是共存 請過 歐巴桑載媽媽 砍嬰 載大了 推小孩子 就在輕軌前面晃來晃去 為什麼 輕軌看到人會閃 會躲 會停 不是躲了沒辦法 會停 根本不用擔心 那是我們自己的訓練不夠 他是擔心輕軌 他大壞壞 他只能停 前進而已 他不會靠右 不會靠左 是怕你不是 是 他怕你 怕你給他回到 你要怕他 把動作回車 不要這樣想 那個時刻 不一樣 包括他整個都是生活上的一部分 我因為硬鋪面 因為我們是炒 怕人家踩 所以一踏 還是講到七千五 變成人的城市 威權 好像很怕打到 打到 沒水打到七千五 那如果說你硬鋪面 當然就沒有這樣的一個 不是沒有這樣的問題 車來當然要大家互相讓 而且他車速不會很快 這是一個文化 要一點時間 容許大家要一點時間 學習一個新的模式 這個是在維也納 也是公車跟輕軌 是共用的 一樣 包括有些是 當然消防車救護車 更不是問題 你要容許開放 甚至計程車也可以跑 計程車也是大眾運輸 準大眾運輸 他也可以使用這個路段 這樣大眾運輸 公共利益的都走這條路 一般道路反而更通常 那有公共利益的 也不會塞車 這個反而那個優先順序 可能會更好 我講的計程車 富剛巴斯 公車 消防車 救護車 校車 通通可以跑 通通可以跑 那這樣的話 他就會產生 不會打車 不是沒有打車而已 更有效率 也許 但是還叫數據 請檢驗局把你的數據 跟學者專家比較辛苦 跟委託可能幾十萬 我不知道 都是要資訊 才要這個 二十萬 那所以說還是一樣 還是回到 請把那個大 若改音鋪面 但是音鋪面要透水磚 透水的 整個讓透水性可以 比較好一點 不要到時候淹水 又整個又不能用 然後進行分流 看到底可以降低多少 當地的一個影響 當然不只這樣 還有停車 路外停車廠的規劃 密度要更高 去替代路邊的停車 這個當然要 再積極一點 那有關車廂構置 坦白講 我很抱歉說的 我知道 我請你跟以前的經營局 你都在 我說如果要做菜 你爹比你更專業 我抱歉 我們看過這些議題 生意人 企業代理商的角色 我們通通了解 如果要專家 有線索 至少我們可以聞得到 所以我不用擔心 不是不要擔心 市民的擔心 我覺得現在 剛好是換政府 如果是現在的政府 現在的買 我們議會要擔起責任 在野黨來監督責任 現在是換了政府 雖然專業人士還在 其實局長跟現在法治局長 跟政風處 其實你們要查都很好查 你們的資料資訊都比我們更多 你如果要查 大家做個查 但是如果沒有 要趕快把這些釐清 到底啟動你內部的調查 到底有疑慮的是哪一些 趕快把它釐清楚 有些是說的清楚了 有的是要查的 有些是誤解的 把誤解的部分確定的 趕快先說清楚 還不明的趕快繼續查 不要讓大家停留在那裡 在這種疑慮的東西 現在是換政府 不是沒有換政府 沒有換政府 責任在我們在野黨的責任 現在換了政府 在野黨 換了變執政黨 你們手中都有權利 趕快去查 我講的政策歸政策的討論 然後弊案的弊案歸弊案 不要什麼把弊案 就算它有弊案跟政策的需求 也不見得是通話等號 所以要把這兩件事情 都去進行 不要讓市民擔憂 那回到很單純的政策 去討論政策的需要 那這是我們希望 趕快把這樣的一個方案 能夠提出來 那我們等一下請 市長 聽 對這個案子 你現在目前 但我知道 市長 非常感謝吳怡鎮議員的諮詢 其實吳怡鎮議員這段時間 對我們輕軌的續建幫助很大 只是說 因為現在還沒有完全討論明顯化 我只能講說 您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那後半年 整個檢討之後 您會可以看到 我想您的意見 可能會對我們整個輕軌的後續 會有比較大的一個影響 因為你很多提出來 也是一些新的觀念 我們只是說 現在還沒有定案的時候 我想我們不用宣布的太早 萬有變化 我們會認為好像政府怎麼前後不一 但是我只能說非常感謝 謝謝 再兩分鐘 我們接觸到很多支持反對的很多 他們大家的信 至少我們彼此的信賴感都存在 那有些也會導引到政黨的那種氛圍進來 那我在這裡也是希望 談這個輕軌 真的把政黨放置一邊 你的需求全部告訴我們 不管你是專業或不專業都沒關係 把市民的意見 至少市政府 目前我相信的這個平台 討論的平台 還是開放的 不是還是開放 我相信 我現在到最後 最後是 搞不定是要收拾的問題 因為總是在你選擇 A方案 B方案 C方案一定有一些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怎麼去決策 是民調呢 你方案出來之後 是做民調佩制憲呢 還是要公投呢 還是要所謂的市民參與呢 公民參與 這個是真的是 我講的是 嚴考會要傷腦筋的 如果說政府是開放的 反而你要是最後的決策 所以說我們還是期待跟大家 市民朋友 支持者 反對的大家都很關心這個議題 在這裡再次 我認為 我認為 市政府是一個開放 沒有一個先見的 是大家願意討論的 所以你還有什麼意見 還可以提出來 我們在這學者專家 公聽會五場之後 現在是學者專家 在針對這些評估嘛 那大家有什麼意見 更專業的問題 還可以提出來 我們議會也會在五月底 再聽聽他們的意見 再接續怎麼去處理 這個也跟市民朋友報告 讓大家能夠更關心 讓這個輕軌重新 凝聚高雄人的一個 我們共同解決我們的一個議題 不管它爭議有多高 我們都有能力去處理 再次謝謝 謝謝黃潔議員 喂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在座的各位局處首長 還有市長 我沒有投影片 我就直接問了幾個問題 因為其實昨天有看到 有兩篇 一個是風傳媒 另外一個是高雄點 他們放出了一個說 捷運局內部已經有一個定案了 它的定案是說什麼呢 它會改走同盟路 接河溪路 然後就不走大順路 接美術館路了 想請問一下 市長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現在回答嗎 市長 謝謝 謝謝黃潔議員 但是目前為止還沒有 這是假議題 目前還沒有定案 所以這兩篇 一定會跟議會做一個比較明確跟完善的 所以這兩篇新聞放出來的消息是假的嗎 目前為止還沒有定案 下半年好不好 因為如果真的是走這樣的路線的話 我就有很多問題了 包括說 它的 有一條是接民族路 那一條就會變得跟黃線是重疊的 我就好奇說 地上有輕軌 地下有捷運 未來到底要怎麼走 為什麼地上跟地下都會有 然後先蓋輕軌 後來要再蓋捷運的話 要怎麼挖地下的話 這都是蠻嚴重的問題喔 所以應該到時候就算真的會改路線 也不會讓黃線跟輕軌重疊吧 局長 謝謝黃議員 剛剛我們有澄清過啦 就是那個兩篇報導 我們已經發新聞稿 我們目前還是依照專家學者的一個評估 那剛剛所提到的那一條路線 到目前我們也只是一個選項而已 它會話那麼細我不曉得 因為本身可能他們有他們自己內部的一個評估嘛 那但是但是我們的路線跟他們路線 說實在到目前還沒定案 所以那個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那也謝謝黃議員的視角 就是他媒體裡面所講那個路線會重疊 我要跟議員報告我們去路線 以後的路線絕對不會重疊一個路線 黃線一定是造黃線的路線 不會另外再長出來一個新的路線 謝謝局長 這是一個很很重要的一個事宜喔 另外想問一下說 因為現在開了三次的專家學者會議 開了五場的公聽會嘛 那接下來你們有確定 下一次的專家會議是什麼時候 然後大概到什麼時候 會把所有的專家會議開完嗎 可不可以請市長 我們請市長 局長決定的是嗎 對對對 因為這個是我們夜幕參謀作業 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現在是一個月會開一次會 那下一次我們會在五月底回來再召開 第四次會議 那原則上我們會把相關未來一個評估報告 一個大綱 我們在會議中會討論 好 那希望在下半年能夠把正式的報告 把它陳列出來 正式的報告也就是今年年底之前 一定會停案是嗎 對沒錯 好 那我想問一下之後 如果要有這樣的專家學者會議的話 可不可以通知議會 然後讓我們想要參加的議員 可以練習去旁聽這樣子呢 這是有辦法的嗎 會很困難嗎 可以 是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是獨立 連我都沒參與 因為我們九名 那個整個專家學者 他是由各專長來弄的 那我們只是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是用我們主秘來率領的 我都沒有 都是屬於專業的論述 那他們會後都會有紀錄 紀錄 如果要看紀錄我們這邊有 但是 那麻煩之後 每一次的紀錄可不可以提供給議會 讓我們議員都知道 每一次的進度到哪裡 因為民眾真的等很久很久了 我知道 但是因為現在還在收斂當中 所以我才說 我們會做一個大綱 大綱我們就聚焦到 我們要解決的哪些問題 因為目前都是很廣泛的討論 沒關係就是之後 希望每一次的專家學者會議的紀錄 可以提供給議會 這樣子好不好 另外就是說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 目前原路線過去是有168 先導公車有走一段時間了 其實我之前也蠻強搭168 但是因為現在如果 到時候真的不走原路線 然後也沒有168的話 其實大順路還是會一樣塞啊 所以我想問的是 在新的路線還沒有定案之前 可不可以恢復168的施行 或者是說之後你們決定 新的路線可能是哪一條的時候 那個新的路線也要有一個先導公車 來評估它的運量吧 你們目前的做法是什麼 請交通局長回答 請交通局長回答 但是照那個封傳媒他們寫的這個路線的話 我是覺得完全沒有辦法改善目前大順路的問題 好然後想要問一下目前 因為不知道市長有沒有看過這次公聽會 大家提供的意見了 包括正反兩方 那想問一下市長覺得有什麼建議 黃議員謝謝您的關心 其實如果真的能夠通通快速有效落實成功 大概全台灣十年之內高雄的交通網 是全台灣沒有的 只有高雄有四鐵合一 所以這是一個大方向 重點這個輕軌實在經過大順路這邊爭議性太高 所以我們辦了五場公聽會 那我跟捷運局長正式交換一件事兩次做簡報 私底下起碼有三到四次 我們都在關切 我研判的輕軌 最後的發展 我現在研判一定是會擾民最少 而能夠達到光光跟叫 一定會蓋嘛對不對 擾民最少 因為我們現在這種狀態之下我們很擔心 就如果原來的規劃的路線不變的話 這個造成反彈太大 那市長你覺得一定會蓋是嗎 輕軌一定會蓋嗎 現在既有的沒有爭議的一直都在施工 那未來我們在下半年一定會跟市議會報告一個 所以也有可能未來這一段不會蓋是嗎 剛才黃議員講想要很著急 學者專家的會議 希望議會能夠參與 我的建議啦 就讓這些專家專心去開會 開會的結論我們送議會 可是其實這個到底會不會蓋最後決定權還是在市長嗎 因為市長都可以說停工就停工了 那你現在到底要不要蓋還是一個 你是市長你要有一個帶領高雄的方向 你要告訴我們這個路線你到底要不要嗎 黃議員我應該來講我是審慎樂觀 這樣講好不好 現在我們下半年會跟議會來報告審慎樂觀 我認為輕軌它還是會有一個最終解決方案 讓大多數高雄市民朋友可以接受 達到交通光光以及整個將來一個轉成 那你今天告訴我北邊這一條會不會接起來就好了 現在因為我們不能如果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要討論是要蓋或不蓋的層次 還沒有到說要哪一個路線這樣子 黃議員我講過我審慎樂觀就是說輕軌 我大概講因為我不想說太多 將來學者專家來開會的時候 所以市長沒有辦法做決定是嗎 怎麼會沒辦法做決定當然可以做決定啊 那你現在你可以先決定說要蓋或不蓋 這樣子討論下去才有意義嗎 我想我們先聽一下學者專家 下半年我們就把成熟的計畫到時候跟議會來報告 好不好謝謝 好謝謝市長 聽起來就是很沒有辦法負責任 那希望 希望接下來局長 包括捷運局長交通局長 未來有相關的更更進一步的消息可以儘快跟我們通知 因為其實看完這份報告 我還是覺得就是停留在上一次 除了五場公聽會有把意見收攏之外 沒有其他任何新的進展 這樣對我們來說其實是蠻失望 而且是蠻著急的 我不知道看完這些我覺得民眾給的意見都非常好 因為包括你們公辦的五場公聽會 林宇凱議員 吳憶貞議員都辦過公聽會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派員參加 你們派完派完員參加之後 應該有很多的想法是可以馬上來討論的 但我目前看起來就是你們就是做一個意見的收集 然後把它陳列出來 那這樣子對於我們事情的進展完全沒有幫助啊 希望然後包括市長也希望市長可以真的回去看一下公聽會上面 大家在討論什麼 因為其實市長應該知道過去的公聽會有很多衝突 但到最後都已經變成就是政黨之間 或者是一個凌駕在內容討論的衝突了 希望市長這個時候應該要站出來說 我們應該好好討論時間內容包括什麼什麼 但是市長都不講 那這樣子無助於我們真的可以決定說哪一個路線是影響最少 哪一個路線真的可以幫助到大家未來解決這樣輕軌問題的一個方式啊 市長當然 再次謝謝黃議員 我在這裡呼籲一下 整個大高雄市的交通網 拜託所有市民朋友千萬不要有政黨色彩 如果把政黨色彩捲進去是非常無聊 而且對高雄市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們市政府秉持著市民的託付 我們一定會盡最大力量來規劃我們整個交通網輕軌這一塊 那希望市長本人也要用一點心啦 下一次你可以如果還有公廷會或是什麼會議的話 市長也可以本人參加看看 你就知道真的實質的問題是什麼 我了解我們其實這個案子一直在非常高度重視 因為影響高雄市市民朋友非常巨大 請放心好不好 謝謝黃議員 因為聽起來市長真的都不知道我們真正在討論的 包括路線影響到的實質的層面是什麼 可能市長真的很忙就是我不知道市長有沒有要去選總統啊 我剛才講過會影響70個路口 我怎麼會不關心呢 好不好 謝謝 公聽會也是由我下命令的 要求一定要傾聽民意 這也是議會要求參與式的民主 我們盡量這樣子做 否則民意反彈這麼大 然後我們就等於是繼續施工 完全不傾聽民意這也不行啊 所以這個五場公聽會也是我交代的 必須要傾聽好不好 會 下半年一定會 而且幫助很大 好不好 好 那簡泛中議員 好 謝謝主席 那個投影片 好 市長跟相關的市府官員 大家早安 好 我第一個問題也是要問二街輕軌的路線 因為從昨天大概不管是網路上還是媒體上 就是會有一個新的版本的方案出來 那其實反映給我的朋友 其實他們最擔心的部分就是有關於同盟路的數 我想剛才捷運局長也有做一個說明 那只是一個考慮的路線之一 那我不管是不是在考慮路線之一 其實我這邊還是要提了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目前整個原案的一個路線圖 那其實我最關心的部分 就是說在於美術館站 這一站到底要不要設 那為什麼我會關心這個 我講出我關心的理由 好 我們看一下 高美館 高美館其實現在整個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就不斷的提升我們在地的一個 藝文觀賞的一些活動 那包括市長他有去參加過草地音樂會 目前高美館他整個的開放的時間是 早上9點半到下午5點半 那你坐台鐵 旁邊有一個內衛火車站 北邊有一個 南邊有一個美術館火車站 其實可是就只有區間車 30分鐘一班車 那目前要搭乘公車去高美館的話 其實勉強這樣子把它加起來 就只有8條路線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臨近 魏武營我們有捷運局線 大東文化中心也有捷運局線 那我們的文化中心 本身也有捷運經過附近 我也覺得很可惜 高雄有這樣子的一個美術館 卻沒有一個便捷的一個大眾的運輸系統經過 所以在部門質詢的時候 我當時有提出這個質詢 我一直期待如果可以克服台鐵的一些用地的狀況的話 是不是 我們可以先從古山區公所推進到美術館站 因為爭議的路線 就剛才市長講的 就交由專家學者 他們去做處理 那沒有爭議的 是不是我們可以先去做 那 好 我必須要提的就是說 其實 除了台灣之外 其實世界各地 包括剛才吳毅正議員所講 他也有舉 奧地利威爾納這個為例子 為那去年打敗墨爾本 成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 那它有一個特徵 它的特徵是整個密度最大化的一個路面電車 那我想交通習慣的改善必須要市民朋友跟大家一起來做努力 所以 我一直很期待 我們高美館真的要有一個輕軌站在那邊 這樣才有配合鐵路地下化 配合公車 我們才有辦法來建構一個完善的路碗 然後帶動整個高雄的文化創意產業 因為這條的輕軌 我覺得很重要 它可以從美術館連接到哈馬興的鐵道文化園區 連接到柏爾 我會覺得這條輕軌的意義就是 如果它有完善的路碗的話 其實是對高雄的文化創意產業 是有相當大的幫助 所以我這部分我想請教一下市長問你的意見 因為這段是目前沒有爭議的 那你的想法是怎樣 非常感謝結婚中議員的關心親額二階 目前為止做到美術館這個 完全沒有爭議 請結婚中議員放心 好 謝謝市長 因為如果我們推到美術館站的話 其實有爭議路線 它那邊 它要怎麼右轉 其實有很多的選擇 那如果可以推到美術館站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對於整個高雄 對於整個藝文產業的話 我覺得會幫助真的很大 這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其實 剛才吳玉政議員也有講的 邱俊宣議員也有講的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 不管是民間的聲音 或是說過去選舉那些狀況 已經 包括最近的一些 曇花性節目 都有質疑到 我們這輕軌 尤其是車廂的購置 到底有沒有必案 那 我這邊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捷運局長 可不可以請捷運局長先起立 我們就 急問急答 好 這個是 今年2月13號 東升新聞台關鍵時刻裡面 那些來賓那些名嘴 在現場討論的一些節目 為什麼 輕軌要拆成兩個部分發包 那為什麼二階的車廂現在就進來了 那一階車廂為什麼是西班牙的 二階車廂為什麼是法國的 那是不是很奇怪 那 二階車廂的經費 到底有沒有 是不是要強迫韓市長來舉債 來買車廂 那 這個是 那時候節目所討論的 我把它歸納起來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問題 我就請局長回答 拆成兩階段發包計畫 是誰核定的 欸 局長 是這樣 就是說拆成兩階段當然是考量到 第一階段是沒問題 因為就是屬於那個已經繼承路線 第二階段就涉及到整個鐵道園區 還有台鐵的那個鐵路地下化的施工 那目前由於是這樣 所以說你看看最早的去年十月才交付給我們來施作 所以原則上在當時有規劃到 就是說本身這個環狀線把它分成兩階段 第一階段先行施作 第二階段就是等鐵 那計畫是誰核定的 計畫當時 在93年行政院當時有核定 是先有小環 那行走台鐵路廊進入台鐵火車站 那因為考量到小環裡面那個路線跟市區的鐵道 地下化會重疊 所以就考量到北高雄一個發展 所以說修正就往北走到 我會請局長你看一下我們這份報告的第二十二頁 其實據我所了解 拆成兩階段的一個發包結果 因為我們有送核定計畫到行政院去 他是在101年10月26號 由當時的馬運輔政府行政院院長陳聰 那時候核定 這是第一個問題 局長你可以猜一下你們報告 這答案就在你們報告裡面 好 那第二個問題我問一下局長 拆成兩階段的原因是什麼 就配合鐵路地下化 對答對了 為什麼會拆成兩階段的原因 就是因為鐵路地下化 這個在這本報告的第四頁 有寫出來 就因為配合整個高雄地下化的工程 所以才會拆成兩階段 然後這樣子的發包好 那下一個問題 這是大家所關心的 陳局前市政府是不是有硬買車廂 是不是可以請局長回答 是這樣 原本如果剛剛講過 如果一二階要整個都形成一個環的話 當時規劃是第一階段九列車 第二階段要四五列車 但是因為考量到當時的經費 因為目前當時是本來是民間參與 要由民間來買車 那後來因為發包不順 所以說改成政府置辦 那政府置辦的時候 當時在101億裡面 原本就沒有編列購車的這個費用 因為照理來說是民間來買 所以造成這15列車就沒有這相關的費用 但是當時捷運局有內部有經過討論之後 他可以調整土地用地費 也就是說土地用地費是說 我剛開始的時候跟台鐵路段用租的 用租用的金額 所以說挪出來有可以買11列車的錢 所以這些列車是必要的嗎 對 11列車是必要的 但是後面剛剛15列車扣掉11列車還有4列車 4列車我目前的看法是4列車在我爭議路段還沒討論完之前 我4列車就把它hold得住 我就不買了 原則上是這樣 所以說11列車照常進來 4列車我把它hold得住 所以那時候買列車也是必要的嗎 對 必要的嘛 所以沒有硬買的問題 那我們也看到其實 韓市府上任之後 交通部也有詢問 目前整個新政府 是不是還要繼續再購買列車的必要 那我們在專案報告第21頁 我們也看到 其實實際需求 我們還是要買車廂了嘛 是不是這樣子 沒錯 剛剛講我要行程這個路 好 那下個問題 購買列車的經費有沒有問題 需不需要舉債 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我在原有的市府製儲款裡面 100億去調整 調整了一些購買11列車的錢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是夠的 好 但是4列車我剛剛講到 4列車比較重要來預住 好 這部分其實你在23月已經有答案了 你們就是省下用低費不需要舉債 再去買這些列車 好 所以 就有答案在這邊了 好 那 二階招標案 是不是只能規定用一個同一個車廂 這個我們是採用公開招標的方式 任何廠商 採購法的問題 對採購法 就是任何廠商都可以進來 但是我們有個要求 就是 你這個車廂 二階的車一定要到一階 我們一定要一車到底的概念 好 所以 因為採購法的限制 所以我們不能說二階段的車廂 只能用一階的車廂 這樣是不是會有圖地跟綁標的問題 會不會有 不然你不知道可以請法治局長回答 如果我一階的車廂 然後我二階我要買 我只能限定說你只能用一階的車廂 這樣會不會違反 再兩分鐘 謝謝議長 會不會違反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我想跟議員報告 我們判斷一個法律問題 我不能夠這麼簡單的數據 我要參考很多很多資料 所以我就這樣下段論 那我就變成獨霸了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 這個案子大家都關心 那我還是尊重 法治局的 那個 你們的專業背景 因為局長是律師 那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說 我二階的車廂 我限定只能買一階用的車廂 這樣會不會違反政府採購法 那 依我自己的法學概念 我是覺得會違反 因為你就是要綁住只能買一階的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還可以再研究一下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我要問一下局長 這個是在1月25號中天新聞台 新聞農捲風裡面 有人在那邊講 要跟你們調捷運局的相關過去的公文 好 卻調不到 因為公文沒了 好我想一下請局長來講一下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 來 局長說明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誤解 因為我們所有的一個公文 都是依照行政程序法 檔案法跟高雄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 來足及尋續的一個欠額 所以簡單來講是這樣 就是說 從過去陳菊市政府開始做輕軌這個時候 那時候的公文到現在都還留著 就目前而言都有歸檔 都有歸檔 要找得到找不到 但問題是 因為承辦人員 或者是說相關的科長會有調動 所以他可能對前案不熟 所以我這一部分我目前也正在整理 我要把一接二接所有的公文 他們要去回憶 不要說因為換了承辦人換了科長 所以會不會有公文不見的問題 會不會有公文不見的問題 就目前而言 如果依照這個三個法的話 目前是不會有 只是說要花時間去把它整理出來 那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事情